今天的士林地區進行了第一次捷彎曲植 這次的捷彎曲植加上堤防工程 使得社子島與台北市得以相連 而在原河道填平之後 士林也多出了後港前這塊新生地 今天則主要開發成住宅區 但若是僅僅只有改善下游地區的河道 中游地區依然蜿蜒 在下一次大水來臨時 洪水反而會從下游回堵到中游 而這樣的猜測也在1987年的林恩颱風應驗了 當時基隆河中有沿岸的許多地區 皆發生嚴重的水災 水位最高達7公尺 主要受災的松山、內湖、南港 原本都是不太淹水的地區 在2022年的今天 我們可愛的基隆河在台北市境內 就有著20座大大小小的橋樑 以及一座文湖縣的地下隧道 這些橋樑和隧道使得基隆河兩岸的交通得以連通 第二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在迅期很容易發生河川氾濫 進一步使得周圍城市淹大水 再加上台北市的盆地地形 更是成為了天然聚水盆 雖然今天台北市的淹水情況 已有大幅度的改善 但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 台北市可是一座只要遇到颱風 就一定會淹成威尼斯的城市 在上一隻攝子島的影片中 我們提到了1963年的葛勒里颱風青苔 導致整個台北市大淹水 因此憤怒的台北人 只好拿這條曲折的基隆河開刀 在今天的士林地區 進行了第一次結彎曲植 這次的結彎曲植加上堤防工程 使得奢子島與台北市得以相連 而在原河道填平之後 士林也多出了後港前這塊新生地 今天則主要開發成住宅區 但若是僅僅只有改善下游地區的河道 中游地區依然蜿蜒 在下一次大水來臨時 洪水反而會從下游回堵到中游 而這樣的猜測 也在1987年的林恩颱風應驗了 當時基隆河中游沿岸的許多地區 皆發生嚴重的水災 水位最高達7公尺 主要受災的松山、內湖、南港 原本都是不太淹水的地區 有了這次的教訓 台北市政府將這次災難歸咎於兩個原因 其一就是南港區的基隆河左岸提防尚未完工 再加上松山區民生社區一帶的擋水牆高度過低 使得水位暴漲後河水直接往城市宣洩 其二就是基隆河中游的河道過於蜿蜒 導致河川排水效率不高 因此政府便進行了第二次結彎曲植的研究 反正一次不夠就做兩次 事人要將基隆河整治的服服貼貼 這次的結彎曲植工程規模比第一次大得多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區段 第一個是位於松山機場北側下塔優地區的M字型河道 第二個是位於民生社區東側舊里族地區的超大S彎 第三個則是位於成功橋東側的小型S彎 計畫中這三處彎道都將被拉成直線 工程於1991年開工 歷時兩年 完工後除了基隆河中游河道獲得改善之外 台北市也在基隆河右岸獲得了大片新生地 包括大灣北段商業區 內湖科技園區 大灣南段工業區 內湖武器重劃區等等 這些地區成為了台北市近20年的新興發展區 在基隆河第二次結彎曲植工程完工之後 台北市已達200年防洪標準 理論上水患問題應該改善了許多吧 確實在完工後的幾年颱風季 台北市的淹水情形都不是很嚴重 但是河道結彎曲植也意味著長度縮短 蓄水量降低 再加上兩側興建的堤防 洪水來時反而造成上游未設堤防的細紙地區時常淹水 在1997年的溫泥颱風 以及2000年的象森颱風 細紙都是重災區 2001年9月17日 怪台納利席胎 不只在台灣上方滯留了超過49個小時 也為台灣北部帶來了超過2000毫米的降雨量 達到了400年一次的洪水頻率 而此時南湖大橋上游的基隆河和內溝溪堤防尚未完成 再加上上百個貨櫃被沖入了河道中 卡在公路、鐵路橋墩上 造成水位迅速上漲 大水一局由南港地區宣洩至室內 接著負責南港信義抽水工作的玉城抽水站 也因為龐大的降雨量而機械故障 兇猛的大水就這樣無情的在台北市流竄 無處可去 又攤開納利颱風淹水圖 我們可以發現基隆河沿岸地區的河水毀堵非常嚴重 甚至到了瑞芳都還有零星的淹水情況 而除了基隆河沿岸之外 台北市區信義路以北的低洼地區也幾乎全泡在水裡 台北捷運就更不用說了 當時位於忠孝東路下方的板南線通車還未滿兩年 就因為大水衝破南港機場和昆陽站的防堵線 這次的淹水造成台北捷運的許多機電系統損壞 所有路線也採逐斷搶修的方式 先後修復一共花了近三個月 最終在同年12月15日全面恢復營運 不過班據只要等到隔年3月才恢復到災前的水準 台鐵地下段的部分 9月17日起松山至板橋間因淹水暫停營運 不過萬華以南在19日即搶通 接著台北至萬華則在22日恢復行駛 最後松山至台北也在28日全面通車 在納利颱風之後 立法院也在同年10月三讀通過 基隆河流域整治特別條例 以改善台北盆地的水患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速推動位於瑞芳的 圓山子分紅道興建工程 其實圓山子分紅道早在1987年 林恩颱風清洗後就已提出 不過工程計畫卻遲於2001年才被核定 並且最後於2002年6月動工 2005年7月啟用 啟用後馬上成為了亞洲最大分紅道 並且最高可以將81%的基隆河河水分流至東海 除此之外 台北市的洪水治理方針 也逐漸從傳統的即時排水轉變為中和治水 降雨量大時不再立即將雨水透過下水道排入河川 而是讓雨水能夠滲透至地下 匯集在地下水城或是蓄洪池 以降低河川在洪峰時的流量 2014年柯文哲上任之後 進一步的提出了海綿城市計畫 逐步將人行道立青路面改建成透水材質 讓雨水能夠自然的滲透到地下 如今台北市的淹水情形已不如以往嚴重 而市區目前也達到了每小時78.8毫米的排水量 不過在未來極端氣候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 這樣的防洪標準是否仍然堪用呢? 例如在2021年6月4日 因為受採雲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台北市的多處側站皆測得超過100毫米的石雨量 甚至在台灣大學側站測到了209毫米的最大石雨量 遠遠超過今天的防洪標準 因此還是造成了多處的淹水 只能說在台北市這座清水城市 要如何雨水共存將會是長久的課題 哈囉大家好我現在在後山皮站 那後山皮站在納利颱風的時候 也是淹水非常嚴重的車站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樓梯上面有寫 90年9月17日納利颱風淹水高度 315CM就是淹超過3公尺的意思 那基本上淹超過3公尺 就是這整個月台幾乎都是滅頂的狀態 那麼台北捷運在經歷過納利颱風事件之後 其實除了對於車站的防水系統進行升級之外 也在很多車站貼了淹水高度的標誌 像是市政府站、台北車站、西門站 其實都有 所以以後大家經過這個車站的時候 不妨可以去看看當時淹水的情況 到底是多麼的可怕